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受害者 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 然后可是确认我们这些受害者 是一辈子的阴影 在荧光幕下 吐露被姓骚的心声 脸色憔悴 网红小红老师 日前召开记者会 控诉艺人Nono姓骚 姓亲多位受害者 又在脸书上再爆出新的受害者 这起风波越来越大 小红老师在脸书上控诉 Nono至今都没有 对任何一位受害者道歉 并表示 给了一周时间当人 你不当 只好唤醒他沉睡的记忆 PO出两人对话讯息 证明过去就有认识 文章整理了多位受害者 提供的讯息 不只邀请女生出去玩 有些内容还十分露骨 甚至提到Nono意图强制侵犯 令人瞠目 针对小红老师发文 Nono经纪人表示 不多做回应 只是越来越多受害者出面声明 这起性骚风暴 恐怕暂时无法停歇 东正新闻综合报道